大家好,入境美国了,可以看到纽约州了 这次入境总体还算顺利,但中间也发生点意外 就是在边检海关这块扣了 扣了我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中间护照被收走,然后有一个好像是国土安全部的一个女士 长得挺漂亮的一个白人女性跟我谈了半天 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后面会把具体情况比较敏感,我放到会员频道 把这次海关过关的情况放会员频道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最有趣的是,他没有问我任何关于中国的问题 问我什么问题呢,我到会员频道给大家讲 问题不多,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让你等 我这个包啊,行李啊,护照都收上去了 可能也查了半天没查出什么 纸纹,纸纹,纸纹,十个纸的纸纹 一遍一遍的给我录啊 那四五个小时啊,我现在滴水未尽啊 现在准备去住宿,然后吃点东西啊 确实很煎熬啊 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啊,能不能入境啊,就在那里等啊 还好啊,最后呢,交了6美元过境费 从加拿大到美国,交6美元过境费 也告诉我啊,在美国呢,我是安全的 然后就让我走了 反正他说我在美国是安全的啊,safe 这个词我能听懂,safe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告诉我,是在美国我任何行为,是不是啊 人家都保护我啊,后面有人跟踪我 我的手机啊,我用带了四部手机 四部手机都收上去了啊 但也还给我了 但收走这段时间到底做了什么,不知道 也可能手机有窃听,不知道 那这么可以给大家讲吧啊 我现在呢,在美国我是最安全的人 那我现在到美国哪里,应该都可以时时给我定位 时时跟踪,甚至我现在给你做节目 在遥远的一个地方,也在监听,都能听见啊 所以我现在应该是美国最安全的人啊 什么法轮功啊,是不是啊 那帮找我麻烦呢,是不是啊 你们要小心了,你们现在找不着我麻烦 我是美国最安全的人 你找我麻烦,就是给美国找麻烦 就是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找麻烦 给美国FBI找麻烦 美国国土安全局找麻烦 不多说了啊 我现在这个四五个小时啊 这个精神高度紧张啊 另外呢,也没有进食,也没有喝水啊 还是赶快找个地方住宿啊 住宿,然后吃点东西啊 我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呢,做成这个视频放到会员频道 因为这东西太敏感啊 我觉得说出来,特别现在人在美国啊 你这东西说出来不太好 放到会员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把能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他问我那几个问题 给大家介绍一下,很有趣啊 不多说了啊 现在准备去先住宿啊 纽约,现在离纽约也挺远啊 天也太晚了 所以我觉得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住了啊 有最新的消息再跟大家汇报啊 有最新的消息再来